好 之前政府宣布开放日本福岛五个县市的食品进口 但目前只有六都都拥有检验食品核辐射含量的能力 那么花东地区则完全没有检测能力 那么行政院东部服务中心强调 政府一定会协助东部民众来严格把关 随着日前 中央政府宣布开放日本福岛五县市的食品进口后 引起不少民众的注意 对此台东县议会先前也发起记者会 呼吁中央以及地方应该都要针对相关的法条以及检测方式进行更新 确保民众食的安全 呼吁不仅是中央包括我们的地方政府 可能都必须要重新再检测我们台东县食品安全自治条例 可能有一些部分需要在这增减的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来提出来来做修正 能够确保所有相关进口的食品都能够把标示标示得更清楚 那检测的处罚条例可能也必须要一并的来做一个修正 对于检测部分台东县卫生局长也表示 台东目前没有任何相关的检验设备 因此只能将检体送往西部进行检验 而行政院东部服务中心则是强调 政府一定会协助东部的民众进行严格的把关 对于日本核实以及相关后续的检验与罚者的问题 政府应该要做好通盘的考量 才能够让民众更加安心 记得陈基林台东市报导